主料 隔离250克 豆腐200克 辅量 咸火腿肉一大片 葱一根 姜两片 高糖500毫升 烟一小勺 白胡椒粉 准备时间 10分钟内 制作时间 10到20分钟 用餐人数 1到2人 隔离用冷水淘洗几次 放入清水中 静置两小时土静面沙备用 水中放少许麻油 能够促使隔离紧化土煞 热锅 把培根肉切小块放入锅中边出香味 再放入葱姜一起爆香 此步不用放油 培根本身会有少许油分胜出 倒入一碗高糖大火煮开 放入切块的豆腐煮开 再放入隔离 中火焦该煮5分钟 最后调入盐和白胡椒粉即可 烹饪技巧 用隔离做汤一定要提前让隔离吐进泥沙 否则沙子会粘在其他食材上 年终影响口感鲜火腿的加入 既可以去腥 也可以让汤变得更加鲜美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订阅本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